陪小冉、丁雨昕主演的《春归梦里人》的感情戏非常有意思 聂桑鱼、宁绝轩两个人先婚后爱的感情戏很好课 不过这是在聂桑鱼跳崖后 聂桑鱼换了一个人后 宁绝轩才渐渐喜欢上她的 《春归梦里人》开篇 陪小冉饰演的聂桑鱼就有一幕跳崖的名场面 很多观众还发弹幕 开篇女主角族全剧中 伤心、绝望、绝绝、念桑鱼跳崖的片段很震撼 彻底掉起了观众的胃口 而跳崖的名场面 在孤偶剧中屡见不鲜 比如《春香如蟹》中杨子饰演的炎蛋 她对感情绝望后跳下了无桥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杨幂饰演的白浅 毅然决然的跳下真仙台 如果不是经历了痛彻心扉 如果不是彻底对人生失望 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 同样眼跳牙 彭小冉、杨子、杨幂对比 你觉得谁更有破碎感 《春归梦里人》中 聂桑鱼之所以被逼上绝路 是因为她深爱着明杰萱 聂桑鱼不顾家里的反对 嫁给了明杰萱 两个人结婚四年 但明杰萱对聂桑鱼没有一丝感情 他们的婚姻就是空壳子 在宁杰萱打算取小切后 聂桑鱼彻底的失控了 她在婚礼上刺伤了温婉 被宁杰萱带着人追捕 逃到了悬崖之处 看着对自己完全没有感情的宁杰萱 聂桑鱼悲愤交加 一气之下跳牙 不过 因为悬崖下面是一个湖 聂桑鱼被揪了下来 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也是这次重生 聂桑鱼和宁杰萱采有了感情 跳牙之前的聂桑鱼 她是一个嚣张跋扈 任性妄为的女人 所以跳牙的时候 彭小冉对聂桑鱼情绪的把坑 不会是那种楚楚可怜的绝望 更多的是悲愤 背叛后的愤怒 跳牙那一瞬间的聂桑鱼 给人的感觉甚至有点疯狂 这样的情绪 估计在跳下的那一刻 聂桑鱼应该也是会有后悔的吧 而在沉香如蟹中 杨子饰演了炎蛋 她对应游的爱很深 但应游为了藏身 大意 她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感情 应游其实一直在默默守护着炎蛋的 只是为了让炎蛋死心 刺压自嘴硬的鹰烟 一直用冷漠伤害炎蛋 炎蛋之所以会跳了无巧 是因为她对应游彻底失望了 当时应游正带着炎蛋去受雷霆之行 亲自被心爱的人送去受刑 炎蛋的心死了 绝望 失望 失魂落魄 还有一丝解决 炎蛋跳下了无巧 她是真的想对这段感情做个了结 应游 炎蛋彼此有情 炎蛋跳了无巧的时候 杨子表现出来的绝望 灰心是很打动人的 所以 沉香如谢 炎蛋跳了无巧 也成了该剧的一个名场面 观众的心也被揪着 因为有前面剧情的铺垫 观众对炎蛋跳了无巧 会有更多的代入感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杨力饰演的白浅 她跳朱仙台 是这部剧很重要的戏份 而这一幕之所以让观众久久不能忘怀 最重要的是 跳朱仙台的白浅 实在是太惨了 她生下了孩子 但却并没有被好好地对待 甚至为了保住她的命 叶华还亲自挖了她的眼睛 眼睛看不见的白浅 她身心受到了双重的打击 在这种折磨下 白浅是真想对前程往事做个两段 同样是演跳崖的名场面 杨力是最有破碎感的 其次是杨子 彭小冉因为跳崖的时候 角色的情绪不同 所以艳阳的表现也完全不同 另外 女主角跳崖的名场面之所以震撼人心 男主角的表现也很重要 传香如蟹 严丹跳下了无桥 应援不顾性命 跟着跳了下去就了严丹一命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白浅跳下朱仙台 叶华也是忘我的跟着跳了下去 但春归问中人中 叶桑一跳崖 林绝轩虽然震惊 但在她的脸上看不到心疼 所以从震撼程度而言 彭小冉的那一跳 和杨力 杨子相比 也是差了一点 同样是古偶剧中 眼跳崖 彭小冉 杨力 杨子对比 谁的一跳 让你觉得惊心动魄呢